阿凤是风月城所有名的黑社会大佬 眼神灵力,动作敏捷 有人敢闹事,他就一瓶子砸过去 对方无论是谁,都只能罗黄而逃 可因为一次意外,大佬生涯就此终结 他怀了孕,这表示着 在大佬和母亲的身份中,他只能选一个 想着自己肚子里的小生命,他选择了后者 阿凤去了一处不知名的村子,隐姓埋名地生活着 江湖上,从此少了一位大佬,多了一位母亲 这天,阿凤来到一家砖瓦厂讨债 负责人跪地求饶,称钱能不能少点 阿凤听了之后,怒火中烧 一板砖,扎在负责人脑袋上 这招果然有效,前西术讨到 拳头就是硬道理这句话,在阿凤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这里讨完债后,他又跑到养猪房讨债 养猪房的老板可不是个软蛋 凭借着人多的优势,他不停地推散着阿凤 让小弟将阿凤按住,甚至还给了他一巴掌 阿凤倒也不慌,扭头撞向小弟 挣脱之后给了老板一拳 好言好语不行,还是得用拳头 阿凤每日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用自己的拳脚功夫帮助老板讨债 其实对他来说,这份工作并不是长久之计 讨债不好讨,有时候会招来债主记恨 老板也不好对付,因为收不起钱 他多次被老板辱骂刁难 但是无论怎样,他也只得受着 因为他靠着讨债的踢成活着 阿凤倒完债后,照常来到菜市场买菜 菜市场的大姨们,表面上对他谦逊有礼 实际在暗地里,天天骂她是个不正经的女人 为此,她的女人梅也遭受着同样的诟病 同学们看见她没有父亲 就叫她野种,私生女,甚至还前脚相加 她俩的命运如说欲辙 就这样相依为命地活着 没看见妈妈身上或深或浅的伤口 就建议她将工作辞掉 并且承包于堂养育为生 阿凤笑了笑说,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学习吧 阿凤表面上粗俗凶汉 实际上内心温柔善良 为了实现女儿的建议 她将家中唯一的手势拿去典当 没想到的是,典当铺的老板 却说这些手势一文不值 就在阿凤与老板讲道理时 没出事了,一转眼 女儿被人团团围住,都说她偷了钱包 阿凤立刻上前质问道 女儿却说她是在地上捡的 面对着众人的质疑 以及自己母亲的怀疑 女儿难受地跑到了河边 可是这一跑,就跑出了事 几个男人来到河边 将她给带走了 阿凤一盏头 正好看见被绑架的女儿 阿凤于是立刻上旋去追 没想到,周围竟然埋伏着对方的小罗罗 阿凤顿时火力全开 将几个小罗罗一一接过 她连忙跟着女儿赶到河边 看见女儿被带上船后 她奋不过身地跳入水中 死死地抓住船 绑匪慌张地用船脚使劲一怼 将阿凤堆到了水中 眼看着船越来越远 阿凤心中心机如焚 她连忙游上岸 抢了一辆电动车后 一路穷追不舍 令人没想到的是 道路上也有绑匪的同伙 阿凤与她扭打在了一起 飞进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同伙制服 可当她再次找到绑匪时 他们早已开上面包车 扬长而去 罪名们告诉她 面包车去的方向是西贡 阿凤拼命拦车 这么去追 可是 大家看着眼前发疯似的女人 都不想予以援手 阿凤最终跑到了一辆货车之上 坐在车里的阿凤 眼神发愣 自己冤枉女儿拖到的场景 历历在目 让她感到惭愧万分 跟着车一路颠簸 阿凤终于来到了西贡 在这里 她重新去找 以前酒吧的好友救助 可是 好友们看着一身 村妇伴相的阿凤 早已经不念及当年的感情了 更何况 现在的西贡 已经不是当初 好勇斗狠 混黑道的西贡了 一切早已经务视人非 没有办法 阿凤只好来到警局报案 警局的接待人员 最近就到多起儿童失踪案 对这些案件 早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阿凤看着曼条斯里的接待人员 记得是怒火中烧 看着墙上的追踪路线图 以下有了办法 她将接待人员支开之后 自己开始查找资料 果不其然 这一查就有了收获 阿凤找到了一份嫌疑犯的资料 原来 最近接二连三发生了不少绑架案 而作案团伙的目的是贩卖小孩器官 团队协作各司机制 紧接着 阿凤跟随着资料的指示 找到了绑匪成员阿凤的家中 阿凤知道 现在找来的 肯定是来找麻烦的 于是 她一看到二凤 并和二凤流打在了一起 阿凤用钢插 抄了阿凤的肩膀 并将二凤推倒在地 阿凤拿着锤子 一步步朝着二凤逼近 阿凤趁机将阿凤踢翻 展开了一番打斗 阿凤趁机用钢棍 锁住阿凤的脖子 可二凤也不敢示弱 拿起一旁的花瓶 就朝着阿凤的头砸去 上一秒将别人逼到鬼门关 这一秒 就来了个绝地翻斩 阿凤拿起一旁的齿轮 抵住阿凤的脖子 阿凤的母亲 看到自己的儿子将要允命 不停要求着儿子告诉阿凤 两个母亲 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 迫于眼前的形势 阿凤冒着被绑匪追杀的危险 将信息一五一十地告诉阿凤 他告诉阿凤 绑架团伙 会用卡车将小孩子运上火车 随即送往地下医院做手术 阿凤跟着阿凤给的信息 来到了团伙据点 而阿凤刚走 警察也找到了阿凤 阿凤给警察 讲述了个老虎猎人的故事 故事大概的意思就是 猎人捕杀老虎时 永远不会捕杀母老虎保护的幼崽 因为他们知道 母老虎会让他们血债血偿 言下之意 就是料定阿凤会给犯罪团伙殖名一击 团伙层层分工 李三层外层层地包围着 两个小弟看见阿凤一直朝屋内张望 死人来者不善 于是两人突然抱起 开始与阿凤拳脚相对 阿凤三拳两脚 将两个小罗罗一一解决 阿凤进入了一个房间 发现了自己女儿的衣物和血迹 这不由得让阿凤更加担心 女儿是不是已经遭到了毒手 阿凤在走廊里 听到了绑架同盟的对话 愤怒和恐慌 让他不顾一切的冲进房子 房间里两男一女 看上去都是狠角色 两个男人凶神扼煞 一人持刀一人拿斧 面对两人的迎面攻击 阿凤一开始便处于劣势 被逼至墙边的阿凤 看见屋内横七竖八躺着的孩子 由于觉醒一般振作起来 首先一记扶手摔 将一人摔倒在地 终而多扶在上 阿凤凭着灵活走位 看出令人的大腿 随即手脚并用将其达到在地 两名大汉已经解决 而这满身肌肉和纹身的大姐 倒像是个硬茶 阿凤打了一天 累得紧疲力尽 他告诉大姐 你放了女儿 可以把我带走 可是大姐似乎并不领清 阿凤见状 还是要用拳头解决 大姐果然有两把刷子 三拳两脚 并让阿凤败下阵来 大姐吩咐手下 将阿凤丢下水淹死 在阿凤半昏迷期间 听到了大姐说的火车车厢号码 阿凤在水中拼命挣扎着 他想要活着 只要活着 就有希望救女儿 镜头一转 阿凤躺在了一家医院 原来是探长黎明龙救的他 阿凤心急如焚 刚醒就想去救女儿 探长告诉他 他现在哪里都不能去 必须等待警方的追查结果 一旁的护士 听完阿凤的陈述之后 十分感同身受 同为孩子的母亲 怎么可能心中不有所触动 于是 护士假装被阿凤劫持 离开了医院 从医院中逃走后 阿凤的第一选择 不是去救女儿 而是去自己多年没活过的家 当年 阿凤不过家人的劝阻 只要和男友相爱 这才逃离了家 直到父母死亡 阿凤都没有回家参加过葬礼 哥哥想到这里 无论如何 都不适宜援手 阿凤被哥哥赶出家门之后 默默地哭泣 就在他倍感无助之时 黎明龙警官找到他 并且告诉他 绑匪现在的动向 阿凤跟着黎明龙来到了火车站 虽然现在是凌晨两点 但是 火车站里到处是人 两人费尽周折 找到了车厢 警官却告诉他 现在势单力薄 不能盲目 而是要去寻找支援 而阿凤救女亲切 不肯再多等一会儿 所以 他独自一人先上了车 车上绝大多处都是绑匪的人 看见阿凤上了车 一个个取水待发 狭窄的阔道 莽撞的大汉 阿凤眼看着叫处于烈士 警官杀了出来 原来 警官不忍阿凤以身犯险 也跟着上了火车 于是 两人合起手来 解决了这些小混混 阿凤来到车厢连接处 爬上了绑匪打手们所在的车厢 打手们听到了动静 准备派人去看一看 另外一边 大姐只会着车厢分离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火车车厢再次分离 那么救人 就是遥不可及了 阿凤和警官 解决几个打手后 大姐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再度找到了阿凤 准备将他彻底解决 果然 在大姐的强烈进攻之下 阿凤被打倒在地 此时的阿凤 一时模糊 但是 在他的脑海里 依稀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学武时 师傅对他说的话 能战胜恐惧的人 是会得到回报的 他忍着痛苦站了起来 告诉大姐 你绑错了孩子 大姐看着眼前打不倒的阿凤 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匕首 想要将阿凤彻底解决 阿凤知道 按照眼前的局势来说 用好匕首才是至少关键 于是 他越打越狠 直至将大姐打退在墙壁上 最后 以一招从天而降的腿法 让大姐彻底语命 解决大姐之后 他便在车厢里 找到了自己的女儿 阿凤一改一忘的严肃 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女儿 一番煽情戏码 让某女二人的关系 宾视牵线 而此时 火车车厢也黄黄地 数了交易地点 车外都是一群车厢的人犯 阿凤通过窗户 看着眼前的众人 再看看正在等待救援的孩子们 他还是决定 自己孤身一人下车 将人犯子们解决 阿凤将女儿和孩子们 走到车厢之后 便下车守则人犯子 合枪时段的人犯子们 枪虽多 可是 随着阿凤的闪斩腾挪 几个回合下来 一枪都没有打中 可即便是自己再厉害 在子弹面前 也难免吃亏 终于 他被打中了 倒在了地上 正当集中一个人贩子 准备补枪时 警官一枪将人贩子击毙 紧接着 始终慢一拍的警察 终于赶到 成功解救了孩子们 因为这次解救行动 阿凤成为了 瓦解贩卖奇观团伙的英雄 周围人 都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与态度 连他的女儿 也重新受到了同学们的尊重 阿凤 是首部在美国上映的越南电影 有着越南张子怡称号的女主 吴清云 始终希望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将电影带出国门 而在这部电影中 他做到了 虽然故事情节相对简单 但是其女孤单英雄的设定 和丰富出彩的大戏 才是这部剧 最值得一看的看点 难怪有人说 动作片感这么大 才叫做异创到底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特别你们开看原片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 关注 点赞 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见 拜拜